我發現你真的把我的順序弄亂了 剛剛他拿我的譜去印 然後印完之後我就說 啊我的譜在哪裡 他說在台上 我說好謝謝 他說可是順序都弄亂 我以為他在開玩笑 我覺得 遠方也有人在演唱 我覺得堂場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研究 那研究其實很學術 然後也一直跟很多學校合作 後來有一個國中的老師 就跟我們分享說 他把我們的研究做成教案的投影片 然後那個投影片的標題竟然是說 在學校旁邊有一個台東的最大地主 就是一個這樣的標題 我自己其實看的蠻有感觸的 是說 就是講到土地這件事情 雖然雖然大家都知道 譬如說土地承載著文化 就是各種各類的事情 可是其實 很多人直觀上 確實他也聯想到了很多利益 但 呃 我想說的是 其實文化這件事情 其實 其實還是很 很容易被忽略的 我一不小心就 就忘記了 這件事情其實也發生在 很多現任或是已經退休的 堂場的工作人員的身上 好像一個工廠他不治堂以後 他們就什麼都沒有了 剩下的就 就是剩下土地的利益 那這一些 他們從日本時代開始 到現在的 所累積的 一些文化相關的東西 其實 也因為 沒有人特別去說 或者是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 讓這些人漸漸的 隨著不再治堂以後 而失去的方向 蠻好聽的啊 再來這首歌叫 自由的人在哪裡 對 他那個是卡的 不是嗎 半套啦 半套 你今天也來唱這首啊 哈哈哈哈 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忽然一切鬆疤 旁邊的人都開始歌唱 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想像 半套的人大街小巷 你吃的故事到處在發芽 他們都站在贏家 悄悄打 在家門的牆面上 有一片濕綠色的窗 濕紫綠的迷色玻璃 看起來很時尚 在樓下翻開報紙 去樓下翻開報紙 試試遭英雄提車批響 他們在計程車裡 哼哼唱唱 自由人 在哪裡 哼哼唱唱 哼哼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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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 有一点点的面子问题 邀请呐喊为了一张冰床 他们在红绿灯下 匆匆忙忙 听说在对间 有一间还不错的酒馆 每天被公交错把酒延还 在前来的木头座室上 是一个人跳舞的地方 他们在摇晃的酒杯里 孤孤单单 只有人 在哪里 孤孤单单 只有人 在哪里 孤孤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...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